客運突然往前一輛 接著撞一輛 玩如保齡球一般 白色轎車車頭爆開先轉90度 接著綠色轎車再轉180度 車尾向前追撞 擋風玻璃瞬間炸裂 換個角度看 右方連接車沒有減速直直衝 客運失控一路往左偏 造成現場10輛車撞成一團 前面的貨車夾一個 再拐下去頭頂那一個 動畫還原車禍的過程 國道警察上前攔檢 沒想到後方連接車傻車不及 實車連環撞 連接車駕駛和小貨車司機擦傷送醫 勿闖國道的騎士多處擦傷 另外還有兩名玻璃師大人 也遭到波及 其中一人受傷送醫 發生事故 聽到碰撞聲之後 我們要反應已經來不及 人是有夾在裡面了 等收就對了 他們到了以後才把人搭出來的 10連撞的造勢責任到底算誰 第一起車禍 騎士雕焰勿闖國道蛇行 後方貨車不勝插撞 接著隔一分多鐘 發生二次追撞 後方連接車沒有煞車 是睡著還是沒有注意路況 還要釐清 國道實車撞成一團 是機車在國道12行 造成的連鎖效應 還是連接車駕駛早就謊神失控 誰才是元凶在網路掀起討論 現在遭撞的無辜車主 也在等待車禍鑑定的結果 希望能快點釐清車禍主因 記者綜合報導